各位台灣的同胞 再忍耐五天 再忍耐五天選舉就結束了 我也不用每天這麼累 省間倒數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掃街帶頭拚選情 但網路卻出現對他不利的言論 引發支持者恐慌 就是這篇文章 4號發文 有網友引用新聞連結 嗆瞎要對柯文哲不利 儘管事後刪文 但民眾轉載報案 警方兩天就將人逮到 發文的是他50多歲 儒姓男子 他功稱不滿柯文哲的言論 情緒激動才會發文 並不打算真的犯案 但選舉時間越來越近 面對網路恐嚇言論 民眾黨也有陰影 男子事後被依 違反恐嚇危害安全罪寒送 而他自稱三年前還犯下 這個案件 兩名男子圍著蔣公人像 一人拿菜刀對準脖子用力砍 不到一分鐘就把部分蔣公銅像 拿在手上示威 這是2017年3月 新北市中和的飛陀社區 儒姓男子毀損銅像 被判拘役50天 可一刻罰金 如今再因為發布恐嚇消息 可能再遲上刑責 記者綜合報導